在台湾表演艺术协会与县府教育处的牵线下 台湾88校园结合东华大学音乐系的学生 今天在瑞穗乡瑞穗国小进行演出 强调互动式的音乐赏息分享 让台下的学童深刻体验古典音乐的美好 从一开场就先请台下学童上来随性弹奏琴剑 到最后一首全体跟着进行曲音乐节奏拍手打节拍 台湾表演艺术协会台湾88与东华大学音乐系 与县政府教育处共同推办的花莲校园音乐巡演 让学童真正享受音乐的乐趣 就是很好听很放松 整个烦恼都自然的忘记了 最喜欢哪一段 指挥官当指挥官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指挥别人很好玩 就是它可以代表我的心情 为了让古典音乐能够更贴近学童的心 校园音乐巡演团队不单单是曲目的选曲 并以活泼图案来搭配 更重要的是踩音乐互动方式 让台下学童无感体验音乐的美好 这次非常难得的是结合了台湾表演艺术协会 然后台湾88跟东华大学 那更重要的是我们其实有这个非常热心于这个艺术赞助的基金会 那包含这次第二梯次的提升文艺基金会 然后还有艺美艺术教育基金会 都是我们的好伙伴 那我们希望陆续还有机会能够再把这么美好的活动 带到全台湾各地 霍林校园音乐巡演列车 受到台湾音乐艺术机构团体的支持 让音乐教育的学习更加亲民更普及化 我们这一次就跟台湾表演艺术协会 特别是其中的成员刘慧之刘老师 也是我以前的钢琴老师 一起来合作跟东华大学合作 促成这次的校园巡演 那所以演出者呢 除了有来自就是表演艺术协会的我啊 还有那个刘慧之老师啊 还有一位大听家吕超伦教授 都是朱莉亚音乐学院的校友音乐家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也带了几位来自东华大学音乐系的学生 一起来参与这次的巡演表演 由美国朱莉亚音乐学院 台湾校友创办的台湾巴巴 从2013年就在全国各校巡演 最次配合县教育处安排两周内 开办十场次的校园音乐巡回演出 相当抢手一下子就秒杀而满 瑞瑞国小手刀争取 今天顺利成行 那因为蛮多学校都抢着讲这样的名额 那学校就第一时间来做这个动作 那这一个音乐表演 其实可以带给小朋友很多一些音乐的触感 那互动式的方式也让小朋友对音乐产生极大的兴趣 那相信对他未来音乐素养方面 或是其他一些学习都会有辅助的效果 那也感谢今天的表演单位 为我们做这样的服务活动 快手抢下这场音乐巡演饗宴的瑞瑞国小 是深门在一个小时互动式的音乐饗宴中 看见不同面向的古典音乐世界 记得是玉兰对岁采访报导